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50年前吧 186几年左右 然后当时传教士来台南府这边传教的时候呢 是玛雅各医师 那他们玛雅各医师呢 治好了李家的眼疾 那所以呢李家就带领当地的人开始改姓基督 然后后来因为礼拜的关系呢 就在这个地方呢 捐帝做了这个礼拜堂 然后就是后来变成是现在的纲领教会的前身 那所以我们第二组同学的作品呢 就是这个 根据这个教会而有的一个VR相机 来吧 我们就请同学来开始做介绍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那我来分享荧幕 好 谢谢 那各位同学 老师 嘉宾好 我们是历史SR相机组 这台相机预计放置在钢林教会的斜前方 那相机是参考旧时代 汤姆生摄影师所使用的尸板相机的外形 结合数位时代的AR技术 所设计出来的混合是镜相机 我们希望透过这台相机 让观赏者被追忆旧时代的风华 就让游客亲自操制这台相机 透过我们所设计的镜头 拍摄出仿石板相机的照片 来体验当时汤姆生摄影师 是如何为佐治的历史留下痕迹和记录 此外这台相机 向前面提到的 除了是仿制早期的斜板相机外 更添入了AR的元素 游客可以借由扫描上面 相机上面的QR Code 去开启IG滤镜 观赏到钢林教会的3D模型 我们分别建构了旧纸与新纸的模型 让游客可以观察比对 甚至在拍摄真实的照片同时 透过滤镜融入旧纸的模型 创造出既怀旧又现代的特殊照片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历史XR相机的介绍 那么大家可以靠近这个作品.x 观看这个介绍影片 里面会有介绍在相机是如何融入它的场景 和介绍如何和使用者互动 那谢谢大家 好就是老师们可以看到 那个 这边我的前面有一个相机 然后他们有做了一个尖端的影片 然后如果你对着那个相机按X键的话 就可以看到那个 这个相机的操作的部分 来吧 其他同学你们可不可以 先给老师们看一下 先让你们都把相机围住了 那个其他同学你们也不用挤 这个地图不会关掉 所以你们之后都还有时间上来看 好不好 不用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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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影片是在我们吸管了我们的石牌 对 OK好 那我们柳珠姐要不要也一样先开始给同学回馈 我不知道柳珠姐现在上线了没 他刚刚说他的网络状况不是很好 哈喽柳珠姐在吗 好我们来行那我们就先请那个萧老师开始好了 好 我觉得用摄影机的一个方式来去呈现出历史 就是他其实是会有一个互动的一个界面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呈现一个曾经有的一个记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那这个媒介他就会透过这个媒介 来让我们更去思考这个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走所发生的所有的片段的这些记忆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要先说一下因为我等一下学校有一个会议 所以我等一下会先下 好没关系我们要收到讯息了 是是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大概就是有稍微看一下各个不同的 不同组别的一个作品 那我觉得其实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思考 那有各个不同的一个面向切入 其实他都会让我们跟环境跟在地就是可以更清楚的去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装置发生 那透过这个过程就是譬如说像我姐老师在讲漫步学 或者说文化科技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的一个方法 那尤其透过我觉得尤其透过漫步吧 就是可以更更清楚的去理解我们跟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而不是只是一个自己觉得的什么装置就硬把它塞进去这个环境里面 因为因为你可以更清楚的去理解这个环境里面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风也好雨也好历史也好环境也好时光也好记忆也好 或者说是这些传统记忆或者说传统的生活片段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在这次的这次的同学的作品里面 就是学弟妹的作品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装置的结果 那对啊我也觉得还蛮开心可以看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啊谢谢 谢谢 好 现在声音听起来OK 对对对对那个我等一下因为也是有另外一堂课 所以等一下先离开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刚刚其实偷偷的跑到其他的不同的空间去体验了一下 那真的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 附助了相当多的心血跟心力跟你们的巧思在当中很感谢 那我觉得就我还是讲整体的好了 因为其实比较可惜是没有办法提到每一组同学的作品 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你们这次的作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再加上又有疫情的关系 那可以透过这么短的时间 尝试去做了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是一个让很让人家值得感动 那同时我觉得也很鼓励大家未来持续在这个方向上努力 那我觉得特别其实是从工业设计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想过去可能比较多的我们都是在着眼在可能是一般生活使用的一些物件上面 可能有更多的是跟人的关系 那相对来讲比较少机会是启动跟景观的这样子一个关系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专业是在于 其实你们对于人的一个理解其实是相当的丰厚的 就是人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物件 然后怎么样使用是好的 什么样的设计是符合他们的功能 跟他们的使用者需求等等 这个是你们所擅长的 那其实也是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其实是邀请 其实是藉由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有机会把你们的工业设计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带到景观的这个面向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会让台湾在整个景观设计上面的层次是会有加分的可能性 因为过去我觉得景观会比较像是背景 它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等于是景观设施或是一个工程设施 但是在强调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其实是很强调这个人跟环境互动的这样子一个使用者经验的机会下 我觉得公设计在这样子一个领域是有它很重要值得发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特别我们常常在做很多景观的一些工程它最后都会落到跟游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你们其实提供了一个除了拍照打卡之外很多不一样的一个面向 让人是有机会更在更多的地方的环境 甚至是包含它的文化等等的去启动不一样的一个连结 那我觉得是在这一次的同学的惩罚当中看到一个觉得很让人感动 你觉得充满机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那谢谢大家的投入 好谢谢秀辞老师那两位老师待会我们就继续往下移动 然后如果老师有忙就可以先离开没关系 好然后我看到刘竹杰上线了 来吧我们再请刘竹杰跟同学做回馈 刘竹杰你有看到刚刚他们相机的操作方式吗 有有老师有听到我声音吗 有有非常清楚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边昨天因为发生了灾情很严重的状况 所以他今天的网路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会不知道跑去哪里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目前还好还好对 那刚刚其实就是秀辞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 就是工业设计的部分 其实可能有你们工业设计的一个专业 那我那个时候都一直以为工业设计它其实就是 一个很硬很生硬的一个呈现 那就是看到同学这样的一个设置 尤其这个摄影机有讲到一个 它其实就是要跟我们的汤姆森做一个连结 我觉得这是刚好我们最近都在讲这个线性文化的一个主题 扣合到这个主题上面 我觉得真的很棒 然后它又是一个结合现在我们大家都会使用的手机的一个 现在的3C产品 那就是在结合上 我就是想要说再结合到我们的旅游这个部分 那这样子其实是非常生动非常有趣 因为透过这样的装置 就是不再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想象的画面 它是可以有想象的画面 让大家可以就是让游客来看到 是一个有历史画面的一个场景 而不是只是凭空想象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想要透过在地的学校 就是比如说像国中佐证国中 他们其实有训练学生做像就是AR VR的设置 然后或者是说空拍机这个部分的训练 那我们其实当初也是很想说把这种AR的那种技术 放到我们的旅游上面来 然后做一个比较立体的一个旅游的内容的呈现 那我觉得同学已经帮我们想到这一点了 真的很感谢 对那我其中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想要问同学 就是刚刚有看到那个就是我们的 嗯我们的那个手机需要插到那一个装置上面去 那这是一定要吗 还是就是说可以直接扫QR Code就可以看到 可以直接扫QR Code 那个QR Code是在相机的背面 对就可以直接扫描 它旁边有两个小小的QR Code 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 那你可以在排真实的小光灵照会的时候 你就可以同时扫描QR Code 出现拍出一个新的和QR Code同时并存的画面 OK 好 就是想说是不是已经要插到那个盒子里面去 对 它是可以直接 那它像是那个摄影师在操作的那个画面 哦 了解了解 就是身体体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 回到19世 18、19世纪那个时候 对 好谢谢 谢谢 一句 对就是我稍微补充一点 就是其实我们把手机插到那个相机里面 原本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在镜头其实有做一个稍微雾化 然后让它看起来比较像旧照片的滤镜的感觉 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手机放进去的动作就是有点像模拟我们去拍摄旧照片 然后呢 外面的AR拍摄就是让它可以看到3D模 就是我们有点结合我们原本正常拍摄拍照的操作 然后跟稍微一些现代科技的方式 我去让大家使用这样 大概是这样 OK 好 感谢同学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一站移动了 为什么我们旁边都还是围了一堆 一堆游 一堆 我觉得很有趣 好吧 那刘初杰我们下一站是要去看那只鱼